哈喽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香蕉超人 有一段时间没有更新影片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我啊 至于原因嘛 相信毒牌能力强的小伙伴 可能已经毒出来了 就是我羊了 高烧到40多度的那种毒株 全身酸痛 非常痛苦 当然同样的 身边一起打牌的小伙伴们 也是陆续中招 牌局呢 也只能暂停了一段时间 那现在呢 伴随着大家的陆续扬康 牌局总算是回来了 那今天这场牌局呢 盲注级别是回到了熟悉的12时 我的骑时买入是10k 筹码颜色分布是白色10 蓝色100 红色1000 那让我们赶紧开始 今天的手牌分享吧 今天分享的第一手牌 也是在牌局刚开始的时候 有几位小伙伴都还没到 是一个五人桌 第一个行动就是hijack 他选择了limp 这个hijack的玩家呢 在之前的视频当中也有出现过 是一个相对比较喜欢表现自己的这么一种风格 特别是知道我在拍视频 和我对他的手牌会特别活跃 在他limp之后呢 小忙玩家是加注到了100 小忙玩家呢 在今天后面的手牌当中也会连续出现 也是一个动作非常多的玩家 很喜欢操作 这个我们一会再讲 随后我在大包卫看牌九沟方片同色 还算不错的起手牌 我选择跟住防御 hijack也跟住 三人抵持 翻牌是来了873两个方片 是一个对我们来说非常梦幻的翻牌 我们击中了两高章卡顺听花 在这个翻牌翻前激进的小忙并没有做持续下注 而是选择了过牌 那我在中间位置考虑到我身后的hijack玩家 很有可能会在我过牌之后尝试下注 于是我计划在这里做一个过牌加注 因为我在忙注位喜欢用最强的听牌 最强的成牌以及最弱的听牌列入到过牌加注策略当中 这样会相对比较平衡一点 虽然说在这样的朋友局 这样的平衡可能其实并没有太大的意义 不过也无所谓了 那在我过牌之后 hijack也随后过牌 并没有如我预期的那样选择下注 继续三人一起看转牌 转牌非常的神奇 是一张草花石 我们击中了坚果顺子 小忙继续选择了过牌 那基于我对小忙的了解 那他在这里连续过牌两次 是大概率放弃这个底池了 而我在这个转牌虽然是个坚果顺子 但同时也阻挡了两个方片 这就大大降低了对手有方片听牌的可能 加上两个对手在翻牌也都没有下注 底池相对比较小 那我这手牌如果想要最大花的价值 这里自己下注显然不能满足我 于是我决定再次冒险过牌给了那个hijack的玩家 这次hijack玩家面对我们前卫两个人的连续过牌 是终于行动了 他在转牌下注了180 小忙气牌 行动回到我这边 那我自然是执行我的计划 选择加注到了620 hijack跟注 单挑 看合牌 合牌非常空白 是一张草花4 那我这边更多的是把hijack的范围 是放在了一些类似像10x的成牌组合当中 在这个合牌如果我选择过牌的话 他大概率也会随后过牌休闹的 这显然不是我所希望的 那我只能继续在合牌下注 这里我打了1000 hijack则是很快的选择了气牌 难道是我的推算失误 那不管了 刚开始就能收持也算是能接受吧 那今天的第二把牌 依然是在排局比较靠前的时候 依然是五人桌 hijack和CEO都气牌之后 装卫玩家是选择做了一个limp 那这个装卫的玩家 是一个接触德州还不久的玩家 我在大忙的起手牌是K勾方片同色 虽然说方片是我的范病色 但只是面对到装卫和小忙的limp K勾同色是足够强到可以做一个加注的 这里我加注挤压到120 装卫是选择了跟注小忙气牌单挑 翻牌是K47两个草花 还是一个挺潮湿的一个翻牌 特别是对装卫 装卫limp call race的范围来说 这个面装卫是可能有大量的听牌的 不过这里我的理解是装卫如果是听牌 应该会更多的集中在一些顺子听牌的组合 听花的组合概率相对来说会比较小 因为现在大部分的玩家的同色组合在装卫 还是会大概率的选择做一个加注进场的 于是我这里常规持续下注120 装卫跟注 转牌是一张黑桃二 牌面形成了双听花面 不过依照我翻牌上的分析 我依然不会太过于担心装卫有听花 但是相反的 我在小忙的连续激进是很有可能有大量听花的组合的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适合我这个顶对做连续下注去做平衡的这么一个情况 于是我转牌开出了第二枪400 而装卫还是选择了跟注 最后合牌是一张比较空白的方便圈 显然是在我们范围当中的一张牌 但是我觉得我这个K勾呢 不足以在前卫拿三条街的价值 并且装卫也是有大量的听牌破产的 于是在合牌我选择了先过牌计划做一个过牌跟注 在我过牌之后呢 装卫玩家也的确是下注了 可是他的下注尺度着实是让我摸不着头脑 他在1300的抵制当中只打了200 虽然有那么一瞬间我想做一个加注 但是着实没有什么加注了之后 能让比我们小的牌跟注的一些牌型了 加上装卫玩家又是一个新手玩家 于是我还是只是选择了跟注 结果装卫玩家是秀出了一个当场打脸我的组合 石沟黑桃铜色 后门铜花听牌破产 并且他自己解释说 他这个200下注是可以打走我的一些听牌破产的 我也不知道他这个理论是哪里听来的 只能说装卫玩家确实是一个让人难以捉摸的选手 那接下来他还会有怎么样的迷之操作呢 就让我们一起看下去吧 那伴随着牌局的进行 小伙伴们也陆续都到齐了 现场瞬间变成了一个拔人桌 这把牌我的位置是在传说中的UTG 翻前第一个行动 起手牌倒是很给力 自然是open60 不过在我open之后 我身后的玩家也就是UTG加1 做了一个3bet到200 那现在我身后的这个玩家是刚刚新到的小伙伴 并不是之前第一手牌那个喜欢表现的hijack了 现在UTG加1的这个玩家是一个游戏风格相对比较诚实的玩家 并且也是买入了5000的深仇 我们的AK虽然是一手强牌 但是在深仇现金局当中 加上面对的还是一个城市玩家在靠前位置对我们更靠前位置的随bet 我只能先选择跟住游戏一个翻后 翻牌是K34彩虹面 在靠前位置的随bet单挑对抗当中 这个翻牌可以说是干到不行 我在前卫力行过牌之后 如果我是UTG加1的玩家 我是会选择在这个牌面做一个百分百的持续下注小注的 但是这里UTG加1的玩家是选择了随后过牌 那一起来看转牌 转牌是一张黑桃勾 这个时候其实我已经隐约的感觉到有些许不妙了 多年的现场牌局经验告诉我 如果我过牌对手下注的话 那可能就是勾勾了 而剧情的发展也正是如此 我在再次过牌之后 UTG加1玩家是选择下注了400 将近一个满持 虽然我不是很喜欢这个下注 但是这里直接弃掉这个TPTK 显然是不太可能的 于是我选择跟注 最后合牌是一张草花2 在我过牌之后 对手是马上下注了800 其实在这里我们要考虑的非常简单 就是对手合牌的800的下注 有诈虎吗 如果有的话 诈虎的牌会是什么组合呢 A圈吗 或许吧 但是如果对手是一个合牌 会用A圈做大注炸虎的玩家 那他在K34的翻牌 也一定会做持续下注的 加上我对UTG加1玩家的历史了解 我也真的找不出 他这边会拿什么牌做炸虎 整个行动线就指向了一手牌 那就是勾勾 最后我想了很久 终于是找到了一个 我在这个合牌跟注的理由 那就是为了素材 于是我非常不情愿的丢出了800之后 对手果然没有让我失望 自信的秀出了勾勾 收下了这个将近3000的大底池 接下来这手牌呢 仍旧是我和刚才我下家的那一个单挑 我在CO位置7手一对9 在由Stradle的情况下 Open120 刚拿勾勾的玩家 现在的位置是装位 选择了一个平跟单挑看翻牌 翻牌是167彩虹面 我们的这个99在这个面的概念 还算是挺不错的卡顺 并且也有非常不错的修当价值 同时还阻挡了对手装位平跟当中的 一些89的坚果顺子组合 不过这里我们打住 因为和装位这样的 那个行动比较线性 城市的玩家来说呢 这些都是扯淡 对于这样类型的玩家来说 他们只会看自己是否击中了什么大牌 有就下注 没有就过牌 就是这么简单 在这个翻牌 我选择过牌后 他又下注了200 不过这把牌 我们还是有比较不错的概念的 于是面对翻牌的这么一个下注 我还是先选择了跟注 如果他在转牌继续下注的话呢 我们则可以轻松的选择弃牌 随后转牌的掉落是一张方面圈 在我过牌之后 他也随后选择了过牌 那这个时候 我就基本已经锁定对手的手牌 就是10X了 最后和牌是一张早画K 那在这里 由于我在转牌 就基本锁定了对手的手牌是10X 那在这个盒牌 只要他的手牌不是K10 剩下的A10 10勾 910 80 我只要下大注 是都有非常大的机会可以打走的 于是我决定把我这个99 在盒牌转成炸虎 下注了一个小超值800 但是嘛 人生就是这样对不对 叫做怕什么就来什么 在我下注800之后 对手迅速选择了跟注 结果也不出我所料 对手的手牌是K10红桃 此时我瞬间觉得自己变成了一个小丑 不管怎么样 想要生活过得去 小丑总是要做的 这把牌 我在小盲起手A圈不同色 只有庄位开了个120 庄位玩家呢 也是我刚前面有提到的 非常喜欢操作的玩家 那小盲面对到这个玩家 庄位的Open 随败的显然是一定需要的了 这里我SWB到500 顺利挤压走了大芒和Straddle 庄位选择了跟注 单挑 翻牌是A10 K两个红桃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A圈 在SWB底持价值取向比较少的一个牌面 再加上我对上的是一个喜欢操作的玩家 我立即决定在这个翻牌选择了过牌 不过庄位玩家也没有着急下注 也选择了过牌 随后转牌是一张草花钩 单圈沉顺 我们手上是正好有那张同时还能阻挡对手 红桃同花听白的红桃圈的 再加上对手翻牌的随后过牌 我觉得对手的手牌范围就大量的落在了空气和小的手队上面 于是我又再赌了一次 再次选择过牌 这次我终于赌对了 在我过牌之后 对手是马上下注了600 那在这里 如果对手的手牌范围真的就是我上述所分析的那样 那我这个圈肯定是只要跟注就好了 但是在这里 我决定和庄位的这个玩家玩一次思维层级 选择做了一个小的加注到1500 让对手去猜我们到底是圈还是只是在炸虎 就在此时 我耳边仿佛响起了音乐 庄位玩家马上随bet到了3500 后面呢只留了大概800 那我也就毫无压力的推出了all in 正当我准备和对手评分这个底池的时候 他竟然选择了气牌 我就这么轻松的独自收下了这个8000的大底池 这把牌发生的时间点差不多 也就在刚刚这把牌之后没多久 我上加的小伙伴还处在一个比较上头的状态 这把牌之前是lowjack先open了120 他在hijack位置随bet到了360 那我在co位置手持一对a 自然是做了一个4bet隔离其他玩家 但是在尺度的选择上 我想留下我的上加 于是我的价格选择了900 果不其然 我的上加跟注单挑 翻牌是来了a96 我们击中了一个顶set 又是一个4bet底池 我又一下子找不到了下注的理由 于是我就在这个翻牌随后又过了一手 紧接着 转牌我又非常不喜欢 是一张方片k 因为这张方片k 难免会让对手觉得 我们就算是kk被a盖了帽子 翻牌过牌 转牌也中set了 但是没办法 这个时候再不下注 把底池建立起来 后面就没机会了 于是我下注600 也没有得到上加的任何反应 不过这毕竟是个4bet的底池 也还算不错吧 好的 那今天的最后一把牌 依然是我和我上加的一个战斗 翻牌前的行动是C-Olymp 专位加注到160 我在小忙随bet到750 专位跟注单挑 翻牌是圈56两个红桃 又又又是一个 我本应可以做持续下注的牌面 而我又又又再次选择了过牌 是的 大家看到这里也一定都已经发现了 我特别喜欢过牌 给我右手边的玩家 那在这个视频到这边 我也就不卖关子了 因为我右手边的玩家 正是我之前视频中 一个人气很高的玩家超池哥 这把牌现在的底池是1600 而超池哥的后手是差不多3600 又是一个SPR不到3比1的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我的计划自然是做一个过牌全压 但是今天超池哥不知怎么了 又在翻牌 选择了过牌 无奈的看到了转牌 转牌是一张草花三 牌面变得更潮湿了 我那则就是仿佛中了鞋一样 再次选择过牌给超池哥 这次终于他下注了 他打了850 那我自然是毫不客气的选择了全压 超池哥跟注 超池哥的手牌是46黑桃 带队听顺 最后我们决定发两次合牌 第一次是红桃9 第二次是方片A 都没有能帮到超池哥 我们也再次从超池哥手中收下了这个大底池 好的 那今天这场排局呢 最终是在超池哥的加持下呢 是水上了8400 过程中也是打到了好几个单挑底池 不过我这边正在剪辑这个视频的时候呢 也是听说从1月3号开始 我们的出入境政策会有新的变动 届时可能会有新的毒株的肆虐 像今天这样的排局 我也只能说且打且珍惜了 我在这边也是希望我的观众朋友们 在新的一年呢 都能健健康康 远离病毒 天天水上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啦 拜拜